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来看一部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犯罪片《危险人物》 这部电影有出版和导演剪辑版 导演剪辑版并不是很好 今天来看看出版的 故事开始 波特身中树枪 正在接受黑石医生的救治 但他心里还盘算着 一定要拿回自己的七万美元 波特到底是什么人呢 为何会身中树枪 性命除黑呢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波特是个混社会的 为人低调 讲道理有原则 人不犯人 我不犯人 几天前他和好友 威尔盯上了洗钱的亚裔黑帮 这帮人每周二和周五中午 会携带30万至40万美元的箱子 走同一条路线 而且即使被抢 他们也不会报警 波特知道威尔欠黑帮13万 他们俩计划抢到前后平分 这样威尔就有钱还债 还能重回黑帮 波特混迹社会已久 他轻松发现了亚裔黑帮的破绽 开车从不起安全带 周五中午 亚裔黑帮开车进入一条小巷时 波特开车从另一头进入 家族油门朝他们撞取 两车发生了剧烈的撞击 亚裔黑帮的人都被撞晕了 波特和威尔两人基本无碍 两人轻松拿走了皮箱 来接应他们的是波特的妻子 几人坐车离开 又是一桩完美的抢劫案 按照计划钱财两人平分 可是箱子里只有14万 每人只能分到7万 这和预想的相差甚远 威尔十分的不满 因为他还呛着黑帮13万 不过这票干得干净利落 还抢了一大笔钱 波特很事知足 威尔却突然说 自己早知道是14万 这让波特警觉了起来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后院起火了 妻子拔枪向向 还没等他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妻子连开竖枪 波特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 原来威尔无意间 拿到了波特出轨的证据 成功策反了粗意大发的妻子 威尔拿钱 妻子报复 五个月后波特伤势痊愈 身无分文的他 先抢了一个双腿残疾的流浪汉几块钱 流浪汉站起来就要抢回去 波特理直气壮的说 几块钱治好你的残疾 手费不贵吧 接着他又瞄上了一个 和自己看起来有点像的家伙 顺手就把他的钱包给偷走了 利用拿家伙的身份证和银行卡 到银行取了现金 为自己置办了一身新衣服 买了几块名表 然后用名表去当铺换了一把手枪 最后吃了顿大餐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复仇 他先是跟踪最久的妻子回到家里 并没发现威尔的踪迹 这版里没有交代妻子和威尔的关系 在导演剪辑版里 妻子在那件事后染上了毒瘾 日渐消沉 威尔两个月前受不了妻子的毒瘾 加上他终于买通了鹿子 就重回黑帮了 妻子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威尔会每月初给妻子送点生活费和毒品 伯特拿着出国的照片告诉妻子 看清楚了 这张照片是在认识你之前 上面的女人叫罗斯高级应召女郎 当时我给他开车兼保镖 后来就断了联系 妻子这才知道误会了伯特 回不当初 回到出版电影里 伯特把妻子抱回了房间 拿走了他所有的毒品 并反锁了房门 可是妻子居然还在鞋子里藏了毒品 第二天早上 伯特发现妻子用注射毒品过量 失去了气息 伯特还是不免有些伤感 躺在妻子身边回忆起了过往 这时门铃响起 男人正是没有给妻子送钱和毒品的人 伯特正愁找不到他们 叫小伙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就逼问起了威尔的下落 可惜的是他并不知道威尔在哪 只知道让他来的是一个车行老板 威尔根据小伙子交代的线索 找到了车行老板的地下赌场 还差点和两名在这里赌博的黑警察起了冲突 伯特把小伙子那里拿到的毒品 扔给了黑警 黑警以为车行老板和波特 背着他们赚大钱 就偷偷留意上了波特 而波特逼问老板威尔的下落 但是老板耍起了滑头 说自己也不知道 波特眼见警察在这里 只能威胁老板给威尔带话 就说波特回来拿自己的钱了 而这些话老板转身就告诉了两个警察了 这条线找不到威尔的下落 波特转而找另外一条线索 由于威尔最喜风月之时 波特想起了自己以前的情人罗斯 就是照片中的女人 经过打听 波特找到了一家高级酒店的前台 软硬坚实地得到了罗斯的住址 就找了过来 罗斯一直默默关注着波特 得知波特疑似的消息 还暗自神伤了许久 现在波特就站在自己面前 让他惊喜交加 当年波特离开他后 为了生存 为了安全 他加入了黑帮 可以说波特是来对的地方 罗斯内心一直爱着波特 幻想着能和波特远走高飞 最终冒着被人发现的风险 透露了黑帮成员的住所 威尔应该就在那里 得到威尔的住所后 波特连夜赶忙 并偷偷地潜入 就坐在床边 看着威尔和亚姨女郎睡觉 等威尔半夜被尿憋醒 看见幽灵一样的波特后 差一点点就尿床了 不过波特可不管他尿床了没有 他就要属于他的七万块 并且限定明天中午到指定地点给钱 第二天威尔找到了自己的上级寻求帮助 但骗气的头目表示 你自己的私事现在已经连累到帮派了 给你时间 自己尽快搞定 如果这点事都搞不定 我要你何用 威尔走后 头目的手下问为何不解决掉威尔 以防事情连累到帮派 头目说以威尔的病性活不长 自己搞不懂的是 那个为了七万块就敢惹上黑帮的疯子 搞不懂的就毁灭吧 省得出现变故 他立即吩咐手下去干掉波特 威尔这里告诉自己的相好 亚裔黑帮的亚裔女郎 五个月前是波特抢了他们的钱 女郎立即通知帮派的人围堵波特 就在波特要被断死绝孙的时候 突然响起了警笛声 亚裔黑帮见状指的先行撤退 来人正是那两个黑警 原来他们从车行老板的口中得知 波特为了一笔钱不惜惹怒黑帮 认为这笔钱的数目应该不小 就想从中分点好处 如果波特不从 他们将一杀妻罪没逮捕他 毕竟家里都是他的指纹 还有那个小伙子可以作证 波特也不是吃亏的主 顺手拿走了其中一个警察的警徽 接着他又来到了罗斯的住处 一直全程观察的威尔也跟踪到了这里 虽然他看到了电梯按钮上的血迹 知道了波特的住处 但他惧怕波特的狠劲不敢上去 波特这里罗斯给他处理一下伤口 两人虽互有情意 可是现在波特急着要去找威尔算账 就匆匆离开 而威尔正好下定决心上来 两人就此错过 威尔来到罗斯这里不见波特 既然怕硬的本性就暴露出来 开始虐打罗斯 此时波特破门而入 几枪就让威尔失去了行动能力 波特说是上来拿烟的 至于真假就不得而知了 威尔殴打波特心有所属的女人 让波特非常的不爽 在确定了他还不了钱后 避问出了威尔上级的地址 然后干净绿热的击毙了威尔 死了黑帮成员为了罗斯的安全 他带着罗斯回到了自己家中 家里的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 波特非常的疑惑 这个电话没人知道啊 查看之下发现电话被人做了手脚 炸弹就会爆炸 正是黑帮动了手脚 此时他们正在附近用车载电话 拨打着这个电话 试图炸死波特 波特通过窗户又发现了他们 就不断声色的来到了外面 偷偷爬到了车底割断了油管 然后硬燃了汽油 炸死了这几个黑帮成员 看来不去 卉卉威尔的上级是不行了 两个黑警察怕波特拿钱跑路 一直随时监视着他 那个车行的老板也参与了进来 由于见黑帮头目必须要搜身 波特就让黑警战神帮自己保管下手枪 自己要上去要钱 见到黑帮头目后 波特干净利落地放倒了保镖 捡起手枪控制了头目 索要自己的七万块钱 可是头目说自己做不了主 要委员会投票 还有帮派老大和二把手同意才行 并当场联系了帮派的老大 刚接通电话 帮派老大看见儿子来了 就放下了这边的通话 和儿子聊了起来 原来今天是他儿子的生日 他给儿子准备了一辆跑车作为礼物 儿子欣喜若狂 立即准备出门炫耀一番 并告诉父亲 自己要去拳系长看比赛 这一切都被电话另一头的波特听到了 双方继续通话 波特已经失去了耐心 直言要么给钱 要么自己杀了头目 帮派老大哪里受过这样的威胁 断然拒绝了波特 波特也不废话 直接击毙了头目 然后从笔记本中看到还有二把手 就在电话里说 自己的下个目标 就是帮派的二把手 如果还不给钱 那么自己会亲自找你这个帮派老大要钱 接着波特找黑警拿回了手枪 他并没有用手拿 而是直接用报纸包了起来 然后返回了罗斯的住处 威尔的尸体还在那里 波特把满是黑警指纹的手枪 扔在了现场 并把之前顺利的警徽也放到了威尔的手里 紧接着为了给自己留个后揉 波特来到了全机场 在大屏幕上放置了生日快乐的滋养 和观众的反应 确定了帮派老大的儿子 随后让罗斯假装是他父亲的礼物 成功把帮派老大的儿子骗上了车 一上车 这个还在感叹只子莫如富的小伙子 就被波特给绑架了 第二天波特按照计划去找了二把手 并当场给老大去了电话 用他儿子威胁老大付钱 帮派老大是憋了一肚子祸啊 但又不得不同意 二把手听到七万块钱后 也是一脸的懵逼啊 自己一身吸服都不止七万块 在他看来 波特的原则就是死脑筋加傻叉 而在外监视波特的两个黑警 被警察内务部的人以谋杀罪逮捕 波特算是为民除害了 波特出来后看见这一幕 本以为这下没人烦自己了 没成想这个车行老板还是盯着不放 然而他的能力和野心不成正比 轻松就被波特反控制了 此时亚裔的黑帮突然杀了出来 波特一看情况不妙 用车行老板做起了人肉动牌 自己从侧门偷走的溜走 绕到了亚裔黑帮的车辆后面 迅速开枪击毙了几个喽喽 亚裔黑帮的反应也十分的迅速 立即倒车撞提波特 波特则趁机躲在车底下开枪 亚裔黑帮全军覆没 只剩下亚裔女郎一人 此时几名大汉突然冲了出来 打晕了波特 正是黑帮老大的手下 他们对波特严行拷打 逼问老大儿子的下落 在掰断波特两根脚趾后 波特扛不住交代了 老大的儿子就在自己家里 老大立即带着二把手和一众小弟前往 把波特也扔进了后北厢里 然而波特说谎了 老大的儿子此时在一家旅馆 被罗斯看管着 老大带人上楼以后 波特利用工具弄坏了车辆后座 找到了车载电话 拨打了自己家的电话 而黑帮老大刚刚进门 并没有发现儿子 听到电话铃声后 就顺势接起了电话 结果引爆了床下的炸弹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帮派高层被一网打尽 至此波特靠一人之力 把让人闻风丧胆的黑帮瓦解 波特也立即去接应罗斯 两人准备远走高飞 让他惊喜的是 黑帮老大的车里还准备了赎金 准备万不得已的时候 交换自己的儿子 这下波特不仅拿回了钱 而且解决了黑帮这个后顾之忧 最重要的是 能和心意的女人远走高飞 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 也许那七万块钱对波特来说 不仅仅是钱 更代表了他的尊严 好了别忘了点赞转发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